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教育部长吴茂昆金列席立院教育委员会审查法案,在国民党立委杯阁下,难以发言,但吴茂昆在回应媒体访问时提到,他当初接任管中敏案咨询小组委员,是以学者专家身份受邀提供意见,本于学术专业给意见,并不知道后来会当部长。 媒体也询问,有八万人连署抗议把管,询问吴的意见,吴茂昆说,怎么会叫把管?教育部是针对台大林选过程有质疑,而在有关东华大学专利案的问题上,吴茂昆说,相关问题有很明确的资讯,申请完全没有不合法。 吴茂昆质疑,东华大学怎么会不知情?当初他还在东华大学时是有申请的,当年申请专利,最后专利就是会回到东华,这是很确定的。 吴也说,专利在国内申请,国外申请,申请后转成世界的专利是复杂的过程,他过两天会找到所有资料,确定是没有疑问的。 媒体也询问,国民党立委质疑吴茂昆曾在东华大学校长任内担任陈水来基金会董事,偷跑没有经过教育部同意,又是海科馆协调委员,与庆付有关。 吴茂昆表示,哪有偷跑?他还没当校长时已经是委员了,而且是民调基金会的董事,本来就合法。 吴茂昆也说,海科馆协调委员与陈水来基金会、庆付等是没有相关的,海科馆只是根据他的个人专业、经历,请他当协调委员,这有什么问题呢? 此外,对于管中命聘任案,教育部还未发文给台湾大学,吴茂昆说,这两天人士单位会做最后定稿,发文给台大。